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民运倒数计时 所有演出团体无不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包含了花莲县各学校演出单位 台一大表演团体 以及街舞国标舞委员会等等 15号的上午是进行了第一次的开幕预演 而开幕当天也将会透过AR扩增实镜动画 带领民众感受花莲城市之美和运动的生命力 109年全民运动会进入倒数 所有演出团体无不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要将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国人眼前 开幕典礼将于17日下午4点半 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今年规划将近800人参与演出 开幕将会有7段表演 闭幕也将有两段精彩舞蹈 让我们透过镜头欣赏15日上午第一次的总彩排 我们参与初谷酒店 淡人和大举行 自然是前方的两位 大举行 然是日本人为与冬古先 有约二十一带 到武功 与阳 第四天 第四天的地獄 就是白天 廣告的時間 所以這次 今天的白天 它可以改變到 那個方向大家有支持 所以每天下一次禮拜 每天晚上八天還有園場 園場就是 所有的獎金 都是1月17號的分頭能解決 對不對 所以背後的努力 探索 都在10號每刻 所以看看家裡好不好 好 而開幕當天將透過5G傳輸技術 結合AR擴增實境 帶來3分鐘的實境動畫體驗 想要體驗的民眾 可在手機下載全民運2020 APP來感受 由平平和安安帶領大家認識花蓮 同時和開幕來賓 一起為台灣2020全民運會正式開始 記者長邦彦華聯士報導